轩烂烟火点燃柏柳夜空 至去年10月1号 柏柳独立纪念日 在国会广场释放了烟火秀 幕后团队不止来自台湾 也帮101操刀烟火秀 米白色的建筑物看起来相当雄伟 这里是柏柳的国会 镜头再往前面一看 其实可以看到柏柳著名的海景 而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柏柳每次办烟火会的时候 释放的地方台湾都有赞助 6100支烟火总计25分钟 耗资150万经费来自台湾 为了稳固台博20年邦誼 华航给蔡政府很大面子 直飞的航班从一周两班 二月份起一周变三班 六月份起更是一周达到四班 将增加到每周四班 将让更多的台湾人 可以来拜访这个美丽的国度 大陆往返帛流 航班缩减后 华航增加直航班机 挹注柏柳观光 外交部也制证柏柳八顿多 功能巡逻艇 台湾仅剩17邦交国 其中6个集中在南泰 蔡总统拼连任 遭到赖清德与韩国与内外夹击 想要胜出任何一个邦交国 都有不能丢的压力 记得郭向林嘉远 不留报道